这次呢我们来介绍两个可以在Zeroom 3D里面的2D视图 还有3D视图能够画尺寸标注的外挂程式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看Auto Dimension 那Auto Dimension可以针对墙壁的部分自动帮我们加上尺寸 它可以针对你所选择的墙壁也可以针对全部的 那我们来这个地方选按Auto Dimension的图示 你可以针对全部的墙壁或者是针对你所选择的墙壁来进行标注 那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已经帮我们把墙壁的标注都做好了 这样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它会将这些标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相同高层楼层里面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只要把这个楼层设为不可见 这样就可以了 此外呢如果我们是在上面的楼层 那我们针对这个楼层建立一个屋顶 那它会自动帮我们屋顶做一个外推的动作 你就有一个地板在这边 这我们来看Dimension Line 3D的部分 它可以让我们在3D视图这里直接标注尺寸 那你可以把Pen 3D View和Dimension Line 3D把它打开 我们可以在墙壁上就画出适当的线段 那么你可以像这样移动也可以放到下面来 那确定之后呢 我们可以配合这个Alt的快速键 进行精准尺寸的输入 如果你按在中间输入尺寸之后 就会由中间往右边跟左边延伸 如果是在右边的端点输入 则会往左边做延伸 此外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一般的3D模型上 尤其是比较平坦的表面上 如果你的模型表面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借由墙壁先放在模型的后面 建立好尺寸之后 再把这个墙壁来做删除 这样就可以完成尺寸的标注